廣東話真是一種有趣的謊言 它的詞彙含意之豐富 有時真是很難用白話來直譯 譬如生安白造四個字 生安白造講出來的感覺 比無中生有更加無中生有 所以當那天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出席灣仔區議會之後見記者 提到假新聞的問題 日哥更在兩分鐘關於假新聞的發言中 講了七次的生安白造 因為香港新聞界假新聞充斥的程度 已經到達了海嘯式的無中生有 七個生安白造都不能完整形容它的恐怖地步 黃梅是生安白造假新聞的始作俑者 聽到日哥這番言論自然強烈反彈 有人批評一哥不屬於新聞界 沒有資格去評論哪些新聞是真 哪些新聞是假 記協更第一時間跳出來指釋 就說作為執法部門的首長 不應該發放假訊息 因為假新聞的指控 會成為政權打壓媒體的工作 限制媒體應享有的自由 削弱傳媒監察政府施政 最後受選的將會是公眾的知情權 又是那些知情權 新聞自由 難道這些可以凌駕一切造假? 換個角度想 如果社會上出現假抄 出現假車牌 甚至一些冒充的假警察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沒錯 當然就是打999報警 那麼如果有人被假新聞傷害 警察出手阻止真是正路 雖然香港沒有懲治假新聞的相關法例 但警方的介入可以透過其他方法 阻止傷害繼續 舉個例 一個網名叫金正恩的人 在網上虛構了警察新屋嶺性侵事件 黃媒就語獲自保 完全不查證就鋪天蓋地地報導 還殺有介事地訪問專門幫助性侵者組織風雨蘭 勸那些不存在的受害人報警 鼓動整個社會對警察施以報復式的傷害 結果金正恩在法庭上承認造假 並且被控煽惑他人非法集結罪 判監13個月 不過 建基於這些假信息 作出一連串假報導的媒體 就竟然能夠逍遙法外 他們甚至聚不沾身 然後繼續找另一個新謠言 砌出另一段假新聞 作出真傷害 這樣對社會是不公平 對金正恩都不公平 不斷出現的假新聞 會變成仇恨的溫床 繼而成為社會暴力的源頭 信藤摸瓜 消滅假新聞 其實就是消除仇恨罪行 和暴力的自本之法 生安白做 是不是假新聞 我相信不容置疑了吧 如果記協和各個媒體的主管 連生安白做和證據確實都分不清 你們不應該再做傳媒 去跟金正恩去玩鞋呢? 消滅仇恨罪行 別線由消滅生安白做的假新聞開始